今天就約了幾個朋友 去香港一間非常老字號的西餐廳下午茶 瑞士雞翼就是這間餐廳其中一個招牌菜 還有好像籃球那麼大過的梳芙尼 大家猜不猜到是哪間餐廳了? 今天呢 其中一個老友就是Tammy Hello Vita 這個非常有名的運動評述家 然後就是聲音很吵的阿鵬 今天就去了泰平凡 我就是很喜歡這裡的室內環境 我覺得很柔和 因為現在有些食肆 而且我覺得他們的燈光 整支射燈在上面射下來 這些是我們拍照的最醜的樣子 所以特地選這個比較 不是啊 這些就更好 是啊 我很喜歡太平館的環境 還有那些木的裝修 是很浪漫和很懷的 他那幾間分店的裝修都是這樣 我們喜歡去太平館那裡 就是因為Peter帶我們來的 我想問一下 你是不是整個來這裡 不是一輩子 一輩子來這裡 真的 由於這個以前太平館 在香港上環 近我爸爸的辦公室 由那時候吃起來 我就真的覺得太平館的中西式的餐室 真的有金生母來世 你最喜歡吃太平館的什麼 太平館其實很多東西都喜歡吃 有幾樣很簡單的 和我爸爸一樣 太平館呢 譬如好像 鴨蛋免治牛肉飯 又有益 又吃得可以很快 又不用怎麼照 又容易消化 他的免治牛肉飯 又有洋蔥又有雞蛋 所以我爸爸特別喜歡吃 你知道吧 我什麼東西都是有爸爸的分圖 足球 他讀那間學校 我跟著他讀那間學校 吃日生 他喜歡看馬 喜歡買馬 到我長大了 我喜歡介紹馬 也喜歡看馬 但是我沒有他那麼厲害 可以自己 擁有自己的馬匹 但是吃東西呢 我就 吃得太久了 因為 我真是不幸運 我長命過他 對不對 變了太平館的 老闆們 都知道 我們 五代同堂 都在太平館吃的了 還有呢 跟Peter去太平館 他每次都會叫梳芙菇里 我想問今天有沒有梳芙菇里吃 為了我們這四個好朋友 當然有梳芙菇里 來這裡梳芙 有阿鵬 這個風趣 還有Tammy 還有你Wendy 太平館是Peter 我小時候 但除了來這間 我以前住三樓 一去 紅藝對面 對面 新京走來以前新京 對面 對面 你知道嗎 那一間很大 有樓上的 當然 那一間就是因為很大 但那一間 我相信不算是他們的物業 但這一間 現在四間都是 還有一間就是 十字路口位 那一間就是最大 因為那兩間比較大 這個就是 牛柳絲炒意粉 很特別的 真是中西合璧 還有黑椒 Tammy 她是一個補習天后 不是天后 不是天后 我看她的樣子 傻偷偷偷 但其實她補習的生意 做得非常之好 還好 還好 剛剛下課 現在又來吃 沒那麼熱 沒那麼熱 誰知道好 我從新加坡回來就認識 Tammy 其實 做主持也可以 做演戲也可以 做補習天后 天后 浪費了她 因為她讀書很厲害 那就不要浪費她 你這樣讚我 慢慢吃 不要害羞 對 這道是蝦多士 還有少許雀肉 為何叫做雀肉蝦多士 就是因為它另類 有沙律 另外那些蝦下面 即是還有一個豆腐 中間 它釀了一些 是雞的肝 因為你知道雞肝好吃 或者是這裡 因為賣了很多 那些乳鴿 乳鴿和雞的肝 就像鵝肝一樣 將它剁爛它 就放在一個豆腐 和鮮蝦中間 所以叫做鮮蝦雀肉 多士 這是牛河嗎 這個來太平館一定會吃 瑞士醬汁 對 瑞士醬汁 其實醬汁是甜甜的 美麗的醬汁 而且老闆才知道奧妙的秘製 不讓人知道 太遠的鵝皮牛河 味五十多 有些牛河 很美味 很美味 想說牛是很美味 但那些小朋友 超級美味 是沒有跟 很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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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味 哈哈 她吃完魚粉 還不是咬 我還沒吃完 那個牛肉 我們已經想再點東西吃 我們點多個西多士 還有點多個雞 這裏最出名的是瑞士醬汁 一定要試吃 這裏最出名的是瑞士醬汁 瑞士醬汁 其實不是瑞士醬汁才有的 很多西人問這些樓面 或者主任經理 這是什麼雞肉 那麼甜 那個樓面就是Sweet雞翼 Sweet的雞翼 Sweet和瑞士 Sweet Sweet 讀法 就成為了瑞士雞翼 這個梳芙里 沒錯 梳芙里 全世界 你想找一個這麼大的 真的沒有 梳芙里是西人的食物 法文 怎麼讀法 就是Souffray Souffray 其實就是一個杯一個杯 例如你去大酒店的Pofray 到Desert的環節 他們就有梳芙里 但是沒有我們覺得太平館這麼精緻 最好吃 因為它原本就是 我們叫它 我們一天熟 要它 焗焦一點 那些皮 就更加好吃 其實Souffray 裡面 大家不用怕 不會肥的 全部都是蛋白 還有 最好吃 就是底部 和表面的 對 我也是喜歡 焦一點 這個 很香的蛋 你說是 乖 那些是新進 我不會 新進 老 今天我們關聚了 差不多三個小時 戴口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記得訂閱 按鐘仔 要補習有子女 要補習 找Tammy 對 找Tammy 在Facebook找到她 拜拜